蒙古国与中国的交集 蒙古国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是一个内陆国家面积156万平方 公里人口300万首都乌兰巴托 占蒙古国总人口的45% 蒙古国可耕地较少大部分国土 被草原覆盖北部和西部多山脉南部 与中国接壤为戈壁沙漠 约30%的人口从事由牧或 伴游牧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主体民族 是蒙古族亦有哈萨克族 土瓦人等少数民族分布 于西部蒙古国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蒙古历史上层被匈奴 鲜卑 仍然 突厥 契丹 中国等多个民族统治公园 1206年铁木珍被蒙古各部推位 大汉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 汉国蒙古建国后继续对外扩张 先后灭亡西夏 金 宋远征中亚 西亚1271年铁木珍孙子忽必烈改国后 为大元朝1279年忽必烈统一中国大蒙古帝国 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 势力延伸到了西亚和北亚地区 最远一度到达了东欧和埃及形成游户必烈统治的远 朝和城吉思汗其他四个子孙分封 统治的四大汉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蒙元 帝国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帝国崩溃后清查 查和台 窝阔台 一来四大汉国与元朝各自独立 公元1368年元朝为名所灭 中原蒙古贵族退回蒙古高 然继续活动使称北元经常在边境与明朝发生冲突 16到17世纪其蒙古开始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17世纪末时蒙古全境 被纳入大清帝国的统治范围蒙古国属于大清帝国版图 蒙古是何时何情脱离中国版图 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巴士者不尊丹 巴活佛在俄国的支持下于12月28日宣布外蒙古独立 任日光皇帝俄征汉改元供待 1915年清帝退位后北洋政府计去与沙俄谈判 于1915年6月7日签订中俄盟协约 折布尊丹巴取消独立受袁世凯政府特封 为乎图克图和保持了自治王公的地位折布 尊丹巴巴士徐树正兵不屑任的收复 蒙古1919年北洋政府瓦西明将 断其瑞西赴摩士徐树正趁十月革命之后 沙俄内战之际 他以武力位后的于1919年11月兵不屑任进战库伦 用了22天的时间收复外蒙迫使外蒙古 无条件撤销自治恢复了领土主权并以西北筹编使身份 坐镇外蒙家已经营1920年7月14日直晚战争爆发徐树 郑将军及其主力从蒙古调回关内参加军阀混战 只在库伦及其以北蒙俄边境上的满 麦成金阿勒坦布拉格留住少量兵力兵不屑任 22天收复外蒙古主权的徐树正将军 1921年2月3日白鸽甘文男爵的部队击溃了中 国驻军占领了库伦2月15日温甘伦 扶植第八世哲不尊丹八 重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 政府的成员由温甘文指派 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享有领土主权次大林强横跋扈的强哥蒙古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善美 因为促使苏联对日作战 同意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条件 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库右岛南部及临近岛屿 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 不用旅顺港位海军基地苏 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马铁路迁岛寻导交与苏联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 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同年斯大林当面向蒋经国衬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根据条约原文中华民国政府允许将一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结果 决定外蒙古是否独立 1945年10月20日 外蒙古人民在外蒙当局与苏联的监视和控制下 进行公民投票结果 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独立国民政府 被迫于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承认外蒙独立 为什么蒙古国旗 尚有太极图太从大从 为小太极大极与小极两层意思 大到极限集宏观宇宙 小到极限集基本粒子合为太极 宇宙万物大到宏观宇宙 小到基本粒子统一性 普遍性 公隘性的存在集宇宙本体 就是太极太极乃阴阳之母太极图反映的是宇宙本体元气 的运行是意图大白鱼与大黑鱼 象征的是宇宙万物 内部阴阳两种力量的共存 互动与交感 大白鱼中的小黑点是极阳暴音 大黑鱼中的小白点是极阴道阳福西 一化开天 以伊犁太极开启华夏族群原生文明现有的考古证据证明 最少在6500年福西一化开 天以伊犁太极创立先天八卦 开启了中国的人生文明 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 福西用修真体道的方式 先试了宇宙自然之傲 并创造性用太极八卦图形系统 来向下传承奇辙 学本体论的思想 历经皇帝文王老子 周子王充章在等古圣先贤的传承和发展态 基本体及道本体将华夏族群凝聚在一起 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守定故土 文明之火一脉相承 延续至今的族群 1911年到1921年 等蒙古国旗 1911年外蒙古脱离新王朝之时所使用的蒙古国旗 上面就有太极图 而太极图是最典型的中国人诉说明外蒙 古人已经被中国文化所同化 成为了华夏族群的一份子 1911年到1921年大蒙古国旗变种变种的蒙古国旗 太极图 更明显现在的蒙古国旗 左侧有太极图 为何蒙古国旗中有太极图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掠取一经 大灾前缘之一改国号大蒙古 为大元这是蒙古 人对中国文化新月城福的象征太极图 是传承6500年的中国文化元素蒙古国旗之中 有太极图说明 作为蒙古人精神领袖的哲不尊丹巴巴士 早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太极文化 韩国国旗用了一半太极八卦 韩国国旗之中 有半个太极八卦 大白于中 五小黑点 大黑于中 五小白点太极图用了一半 福西八卦有钱 坤 震 训 坎 梨 更 对八卦韩国国旗只用了钱 坤 坎 梨四卦标志着韩国人学中国文化学了 一半一之半解文习 有话说2018年9月26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